哈囉 欸我有對焦嗎? 哈囉大家好 今天是4月29號 現在時間應該是下午2點 然後我剛剛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剛剛去MariQ直播 然後就是試穿他們 4月29號的 沖繩的新品 我先講一下為什麼今天要錄Vlog 因為我覺得大家好像都還蠻喜歡 我的Vlog 然後有觀眾說可以錄WeeklyVlog 這樣子就是感覺可以看到的東西比較多 然後一方面也可以看我那天的穿搭 所以就想說好吧那這個禮拜 我可以就是嘗試的來錄錄看我一週的生活 今天早上我去參加了我們學校辦的交換學生的行程說明會 那今天早上因為太趕了 我急著化妝啊出門什麼的 我就沒有拿起相機來錄 但是呢基本上就是分享一些 就是交換身行程應該要知道的事情 然後我就搭車去MariQ的公司那邊 然後就在那邊直播 不知道這個影片上的時候 直播應該還是可以去他們的Facebook上面看 我這次其實穿到衣服我是真心的都很喜歡 而且MariQ又是一個小姿女 就是像我這種學生組都可以負擔的衣服 嗯...我現在要來熱點東西吃 然後呢我想給你們看就是 我爸媽昨天的時候去了一趟Costco 然後他們就買了一些食物 我想說給你們看一下 我們家每次去Costco的時候都會買一些什麼樣的東西 想說大家應該會有興趣吧 好不管 先給你們看我等一下要吃的好了 這個我們家已經吃掉不知道幾盒的這個 啊...紅龍雞肉捲 這個其實吃起來就很像是Costco自己在賣的那個雞肉捲 只是好像比較小條一點 我等一下會熱一條這個出來給你們看 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然後我們家還有每次去都一定會重貨的就是這個 貝果 那我們家很愛吃的就是起司貝果 它上面會有這樣一顆一顆的 就吃起來我覺得比較好吃啦 喔然後我們還買了這個 杏仁豆腐 這叫做什麼啊...食安牧場的 還有...喔這邊還有一個貝果 然後這個超級好吃的蘑菇巧克力 它就是蘑菇形狀的餅乾 然後它的這個帽子是巧克力 這個超級好吃 而且一定要冰冰箱再吃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是... 我先把冰箱關起來好了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是吃巧克力類的餅乾 一定要冰冰箱才願意吃的 舉手 我沒有辦法吃放在室溫底下的巧克力或巧克力餅乾 我不管它的巧克力是像Pokey那樣薄薄的一層 還是說厚厚的 反正我一定要冰冰箱 我覺得冰冰箱才是對他們最好的... 就是那是他們最好的棲息地 然後還買了些什麼啊 喔我們還買了...這個應該是新買的吧 竹筍 Costco的竹筍超好吃 很肥然後又很甜 每次我媽買這個我都很愛吃 然後還有這個...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這是在Costco買的嗎?腳白筍 應該是我媽想做一些什麼腳白筍之類的菜吧 然後還有買這個Kelby的水果麥片 這感覺也很好吃耶 裡面有一些果乾之類的嗎 而且這好大一包喔 這感覺還蠻好吃的 然後如果是零食的話呢 我們家買了...每次去 因為我媽媽很喜歡吃這個巧克力脆片 所以他也買了一大箱這個 這裡面容量很多 對裡面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它有分兩個口味 一個是這個黑巧克力的 我自己比較喜歡黑巧克力 然後另外的就是正常的普通的巧克力 裡面就是有這兩種口味 然後很多...很多包 可以吃很久的那一種 這個好像大家都很愛吃耶 我之前實習的那個公司 每次有人買這個放在公司裡面 大概不到一個禮拜就會被拿光 然後還有這個是卡迪娜的薯條 對就這個鮮脆薯條 它裡面呢一樣是像這樣一包一包的 這個我們家也超愛吃的 而且這裡面一包的薯條很多 不是都是空氣喔 就是滿滿的一包 我們家也很喜歡吃這個 但是這個就很不健康 那我現在就來熱我的雞肉捲 然後來吃飯 進微波爐兩分鐘到兩分半左右就OK了 我還打算再多吃一個這個 我媽昨天炒的蘆筍跟蝦仁 這個蘆筍就是我剛剛秀給你們看的那個 Costco的蘆筍 這蘆筍真的很大 然後又很鮮嫩的蘆筍 我很喜歡吃這個 然後我媽都會用那個奶油下去炒 就很好吃 大家應該都跟我一樣吃飯的時候喜歡配著Youtube看 給你們看我最近吃飯的時候很喜歡配著這個 Jenna Marbles看 大家應該都知道Jenna Marbles吧 她有1975萬個訂閱者 就是很大很大 國外很大很大的Youtuber 然後我最近就超級喜歡看她的影片 尤其是吃飯的時候我覺得配她的影片看就很紓壓 像是這個就超好玩的 她幫她們家的三隻狗狗做那個復活節彩蛋的活動 就是把她的零食藏在彩蛋裡面 然後讓她家的狗去找 但是她家的狗都很笨 所以這支影片很好笑 然後這個也蠻好笑的是跟她 她跟她男朋友一起做她男朋友的生日蛋糕 因為她男朋友是牡羊座的 所以有時候就會爆氣什麼很好笑 這個也很好笑 她要讓她家的那個吉娃娃就是Marbles 想要讓她坐下來 因為她家的狗沒有辦法在地毯以外的地方坐 所以就教她要在譬如說普通的地板坐下來 就教了應該不只20分鐘吧 好那我現在要來吃我的午餐了 給你們看這個雞肉捲的裡面 喔~~ 很好吃 回家了 回家了 到家了 這個是昨天MQ的新品 乳筍蝦的義大利麵 好 終於美 大家好 現在時間是下午的4點19分 就突然放之後我就在處理一些雜事 還有一些學校的事情 對 我剛剛收到了MariQ的包裹 就我在上面買了一些東西 想說可以來現在立馬開箱試穿給你們看 我想要在這個部分就是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我希望我之後如果有 比如說可能是廠商提供的公關品 或是說這個是有寫過合作文的 或是說這個是我自行購買的各種商品 我都會在我的影片上面標注 那MariQ他們的確是有在每個月的時候 提供我購物金讓我去選衣服 之後如果有穿我利用購物金買的衣服 我就會在資訊欄標說這個是廠商提供給我的 但是衣服都是我自己挑的 並不是他們隨便寄給我 然後要求我一定要在影片中穿 我在影片中穿都是出自於我的意願 然後挑選也是出自於我自己的偏好 但是呢有些東西我還是自己會去逛 然後用自己的錢購買 像今天我等一下要開箱的這個包裹 全部都是用我自己的錢購買的 所以大家就如果會好奇的話 可以去底下的資訊欄 我現在都會開始把衣服啊 產品的資訊標得清楚一點 讓你們比較有資訊透明的感覺 先給你們看這是我買的那個大蠻大力的褲子 我覺得穿起來好像還不錯 我不太確定 因為我自己喜歡褲子比較顯瘦一點 那這件我穿起來好像偏還好 好下一件是這個上衣 這個上衣太緊了 因為我有時候買他們家的上衣會覺得 胸圍會比較大然後整個會比較狼 所以我這次就拿了S號 但是這個胸圍好緊 好這個有點太小了 我應該會再去換一個尺寸吧 這個感覺還蠻好搭配的 他們家很常出這種方領的衣服 我覺得穿起來都很有氣質 好的接下來是這一件咖啡色的洋裝 然後它是做像這樣子平的領 然後它是一整件這樣子直接往下的直筒洋裝 我好像沒辦法單穿耶 因為它真的還蠻素的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縮腰什麼的 這邊有一個開叉 好像配一個腰帶有比較好一點 不那麼直筒的感覺 下一件是這個格紋的洋裝 然後這一件我覺得我穿起來好像也就是普通 沒有到說非常好看 但也沒有到說不能穿 它的材質跟我想念有點不太一樣 它的材質是比較那種 就是有一點滑滑的布 因為我原本以為是有一點偏棉麻的材質 但是 嗯不是就是我覺得夏天穿會有一點點覺得熱的那一種 對然後我穿起來是像這樣子 這一件我拿的是M號 剛剛前面那個洋裝我也是拿M號 然後第一件那個大滿大力的褲子我是拿L號 這個我猜你應該是要綁前面或是綁後面都可以 只是說綁前面的話你可以把後面的布料往前帶 因為這邊是有口袋的 所以我不知道如果你往後綁 你的口袋會不會跑到後面去有點奇怪 那也給你們看這個包包好了 這個包包是我昨天去做他們新品直播的時候 有那時候就有試戴到這個包包 然後我就覺得超好看又超級可愛 但是它這個長度就比較偏高 因為它是腰包那我現在已經是放到大概最長了 但是如果你們覺得這樣子還有點短的話 其實都可以自己再去打動沒關係 這包包我超喜歡的 雖然它單價沒有說很低 這個我記得打完折是九百多塊吧 原價好像是一千多 但是因為它的皮是比較軟的那一種 而且我覺得這種包包就是比較好配 所以我不知道欸 我就覺得它很可愛我就很想買它 然後它的容量也蠻大的 就裡面是它是有個這樣子的扣子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拉臉 所以我覺得也可以當那個螃蟹小包 因為我之後要去紐澳樑 我就需要一個這種很貼身的包包 對我覺得我可能會再去買白色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包包真的太Q了 然後它的容量感覺蠻大的 嗯應該一般的那種生活必需品應該都可以裝的進來 喔這真的超級可愛的 而且我覺得這樣子背起來這個洋裝就變得比較好看 因為不然這樣一大片的格紋 就是感覺沒有身體上沒有一個重點 那如果可以有一個包包這樣子打破一下視覺的話 這樣子感覺看起來好像比較好看一點 當腰包的話會像這樣子 因為它的孔沒有打到很後面 所以它沒有辦法在正腰這邊 就它會有點像這樣子垂掛下來 那我覺得這樣是有點太大了 所以我應該會再去多打幾個孔吧 就是讓它往內也打幾個孔 然後往外也打幾個孔 這樣子我覺得它的實用度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我覺得當成腰包好像也還蠻可愛的 因為它很素所以就很好搭配 我真的很喜歡這包包 這包包超可愛的 好 最後一件是這個蠻力聯名的直筒 我不知道欸 就是黑色牛仔裙 然後前面有個開叉這個 其實這件在他們一開買的時候我就有買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我通常 Mariq他們下半身我都會選L號 然後上半身我都會選M號 但是這一件我在選的時候 我沒有看它的尺寸的腰圍 所以一送來就發現L號的腰圍超級超級大 就是我這樣可以捏出差不多一到兩寸左右 所以我又重新買了M號 然後這是M號穿起來的樣子 就是腰的話是剛剛好的 不知道你們這樣看不看得出來 這樣子膨起來 然後這邊有一個很明顯的折線的感覺 然後它就是還蠻素的 然後底下面有一點點抽鬚 穿起來還不錯 就是一個很好搭配然後素色的牛仔裙 然後你們看這樣就可以配這個 腰包的黑色就可以跟牛仔裙呼應 這樣就是一個很休閒 出去上課逛街都可以的穿搭 天氣越來越熱我的穿著就越來越藍 就我希望以舒服舒適 但是又不要看起來太邋遢為主 那我覺得這樣子看起來就 還蠻舒服的然後也蠻有氣質的 好那以上就是一個小小的MQ開箱 基本上就是這樣 希望你們不會覺得我的房間很亂 但是你們應該也就是習慣了 這個鞋子是一個蝦皮的賣家寄給我的 然後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這個鞋子列在底下的資訊欄 這鞋子的質感還蠻好的 嗨 大家好 在過了一個下午的各種討論報告 跟處理學校的事情之後呢 現在時間是快要晚上八點 然後我要來準備熱午的晚餐 今天晚餐呢 是吃這個 鮭魚炒飯 這也是我媽媽中午炒好的 我是不是有跟你們說我們有買這個 對焦這個食安牧場的杏仁豆腐 這個很好吃欸 我原本不是說不知道它好不好吃 但是我昨天還是今天 就第一次吃這個 就覺得它雖然杏仁味很重 就是化學的杏仁味很重 但是它的口感是好的 我原本很怕它是那種脆脆的杏仁豆腐 就是像果凍那種 我就很不喜歡 但它是有一點點軟軟 有點像是偏奶酪的口感 這種我就比較喜歡 這個我很推薦 我們買Costco到現在才三天而已 這個就已經全部被我們家吃完了 哇這個鮭魚味 太香了 我也想試吃這個給你們看 對了你們都是先放Cereal還是先放牛奶 我是那種先放牛奶的人 因為我沒有辦法忍受Cereal在我牛奶裡面整個泡濕 然後爛爛的感覺 我完全無法 我一定要它們是脆的 然後只能有部分的Cereal是這樣沾濕 這樣子我可以兼顧兩種口感 然後呢這個麥片 Cereal的甜味也不會完全被牛奶沖掉 所以留言告訴我你們是先放牛奶還是先放麥片 完成了 那裡面好像沒有什麼果乾 不知道我們來吃吃看 這個很好吃耶 而且雖然你們剛剛看就是它都沒有那個果乾 喔天啊這個嘴巴破洞 雖然你們剛剛看好像都沒有果乾 但是它吃起來是它的麥片本身吃起來是會有那個水果的甜味的 所以我覺得泡在牛奶裡面很好吃 那你不應該拒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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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今天是禮拜四嗎 禮拜四嗎 喔沒有今天是5月3號禮拜五 我昨天就都在忙學校報告的事情 所以我就不覺得我有需要拿相機來記錄 今天的話是禮拜五 早上我很早很早起來 因為我要趕快把就是我臉上的這一篇合作把它拍完 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 就是這個妝容 我還蠻喜歡的 我的主題是走一個沙漠女神風 就是畫了一個像這樣子比較 偏有一點點歐美感的妝 但是也沒有到很歐美啦 這唇色也蠻好看的 等一下要去7-11辦個事情 辦完事情之後我要整理一下行李 因為我下午5點的時候 就是等一下我要去學校 我要跟系上的球隊去打比賽 我想給你們看我剛剛去取貨收到的 MariQ的上衣 像這樣子的上衣 它的這個胸線這邊是平扣的 然後細肩帶 我很喜歡它一個 detail 是它的側面這邊是有做一個拉鍊的 它就是一塊還蠻厚實的布料 這樣配這個外套我覺得就還蠻好看的 下面穿的這個褲子是大滿大力的聯名款 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應該還有吧 就是這樣子 好好看 我最近真的還蠻喜歡MariQ他們家的衣服 雖然很素 但是又有一定的設計感 我就覺得還蠻喜歡的 好醜喔 喔那我把你剪掉 身體在裡面 好像不太太厲害 什麼事 開始秒開始 告訴我 另外 steel 我過去 來 咖啡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